影着霜 你的根紧握 这片土壤 追着浪 我的夜飘过 万里边江 要向往 暗的尽头是 地久天长 当相遇又别离 当相依又远去 我不曾忘记 剑影刀光 划破斑驳的天空 朵下的梦 破碎在风中 长风破浪 看千帆恒独喪 天沧海 戎装着飞烟 你不冰雪难凉 忘了有缘一场 未愿你在身旁 不负春光 就算天天笑脸 陪你天涯中间 看云陀陀双肩 黄尘不归无憾 你觉得这样 真的能劝动秦王吗 秦王奇人 外高内容 旁人见他征战四方 杀场拼杀 其实他的内心 再柔软 再良善不过 只要话说得巧 就一定可以劝动他的 陛下则令秦王闭门思过 相爷不是说 好多人上了奏书 说秦王的坏话吗 木秀于林 封闭催之 正因为秦王这次立了大功 所以反而被旁人忌惮 如今陛下正在漆头上 如果秦王不肯低头认错 只怕父子坚会生了嫌隙 大大有碍秦王的前途 见过秦王殿下 顾小姐 本该要去府上拜望顾小 但如今我出门不便 还请顾小姐回府之后 替我转达致意 殿下客气了 其实今日前来并非父亲吩咐 而是婉娘自作主招 婉娘有一样东西 想要送给殿下 顾小姐客气了 府中诸物不缺 不该收顾小姐的礼 此为婉娘亲手所秀 婉娘访便京中故人 幸得有数人曾见过秦王殿下的生母 刘娘娘的英容相貌 我就按照她们描述的 秀了这幅刘娘娘的画像 秀好之后 我给认识刘娘娘的人看了 他们都说很像呢 殿下 我们小姐寻了好久 好容易找到几位曾经见过刘娘娘的人 又问了他们好久 问得可仔细了 再起了草稿 白天黑夜的 埋头秀啊秀的 我的眼睛都红了 终于将这幅秀像赶出来了 终于将这幅秀像赶出来了 殿下 身为仁子 不能承欢生母膝下 自然心中难过 可刘娘娘在天上有灵 得知殿下如今因才出众 肯定十分欣慰 多谢顾小姐 这幅秀像 我就收下了 殿下是通达聪颖之人 自然也知道 刘娘娘 不会愿意殿下为了她的名分 和陛下生分了 殿下你看 这幅秀像 我用了金线和银线 想着殿下 若是将刘娘娘的绣像 挂起来祭奠 也不会因为香火熏染而褪色 顾小姐想得太抽到了 李妮 感激不尽 殿下客气了 我娘知道 殿下不便待客 就先告辞了 小姐 你不是说要劝秦王跟陛下认错的吗 怎么后来又不说了 还这么快就告辞走了 原始我想错了 秦王将追风生母仪式看得慎重 刚才我观秦王神色 如果我继续劝他 反倒惹他不快了 再说 他收下了刘娘娘的绣像 此后每次看到绣像 必然会对我有所感念 既然如此 不如早早告辞了 秦王真的不想再当秦王了 那陛下还要再罚他吗 人中龙凤 必不会堕于泥沼之中 秦王这样的人物 什么小人 都只能困扰他一时 绝不可能困扰他一世 这一年再叫秦王 看着 帮着 那是三十二十一 三十二十二十三 一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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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那太好了 你这个人 那就向咱们冲锋打仗 何时该冲锋 何时呢 该停下来修整 这其实你自己心里都有数啊 这什么呀 那是我娘的绣像 据说 与她本人一般无二 我都没见过她 那这幅绣像 绣得真的很好 简直是栩栩如生啊 是啊 顾小姐送来的 说她绣了很久 顾小姐送的 看来这个顾小姐 对你很有心啊 石七郎 她是不是对你有益 我与她压根就不是一类人 各花入各眼 我呢 还是喜欢崔小姐 那崔小姐 那崔小姐 人连信都没看 大都督可有起子啊 一是以密药服役针灸解毒 说毒素已经被拔得七七八八了 这毒 甚是绵长凶险